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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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ED财子Talk 今天邀请来的卡聊天 卡你好 你好Debbie 已经进入9月了 传统是暂时月 大家预视联储局应该即将减息 所以话题已经不是会减多少 都预计了减息 减息的话 引发股票市场的投资机会是怎样的 我知道你有很多研究的东西 现在是否倾向到乐观那边 好像我们所说的 其实我们看9月份 其实传统上美股是一个季节性的淡季 普遍都做得比较差一点 但是整体来看后市 其实美股我们还是偏乐观 其实我们不是说现在才看好美股 我们上年或者今年年头 都保持着很沉气地和大家说 是要加一些股票的 没有人敢看探美股 是的 所以我们觉得利好股票的因素 其实都继续在 例如可能减息 盈利 甚至季节性 所以如果我们看减息的话 其实过去来说都挺利好 美股 譬如现在在画面看到一幅图 很多颜色的视频都解释了 是的 很多颜色 什么来的呢 其实这两幅图都是来自同一个统计数据 就是什么呢 从1987年到现在 前后经历过7次减息周期 有长有短 有些5个月 有些年半 其实我们就统计了 在这7次减息周期里面 美股标普500在减息之前和之后 就是左手边的图 看减息之前和之后是怎样的 反过来整个减息周期里面 将它拆开 刚才提过有长有短 我们将时间变成% 头三分一 中三分一 后三分一 是怎样的呢 给大家做个参考 我们先看左手边的幅 有很多颜色的 绿色其实代表什么呢 就是说在这7次减息周期里面 美股表现得最矮的25% 回报是怎样的 给大家做个参考 跌10%左右 是的 例如减息打后 可能是340个交易日 大概跌10% 最顶顶的 深绿色的 就是表现得最好的75% 排第75% 是怎样的呢 很夸张 升三成 但我们集中看浅蓝色 彩蓝色 浅蓝色 就是中位数 中位数就是 在回报上 不是太容易受极端的例子影响 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什么呢 减息前 可能减息前200天 大概是9个月的trading month 美股普遍都是慢慢升的 平均由减息前10个月到减息那一天 大概是升10% 跟现在过去的经验差不多 最重要是减息之后 真的减息了 修化了多少 大家可以看到 淡蓝色 就是彩蓝色的那条线 其实都是慢慢继续上升的 去到大概142个交易日左右 可能7个月 8个月左右 大概升10% 11%至12%左右 所以如果按照减息前和减息后 其实美股普遍都是做好的 也有些机会 也有些机会 如果我们看左手边 对 右手边 对 右手边 左右常常都分头 你不要为贊助 右手边 右手边的幅 看可能就是我们将减息周期拆开 很明显看到 就是我们看中间彩蓝色的中位数 头三分一的时间 就是在减息周期头三分一的时间里面 可能会比较牛皮 对 反复 对 不是很大方向 但又未至于升得多 但又不是跌得深 去到那些36之后就开始抄升 对 譬如说去到三分一打后的时间 去到中段 那升势就开始明显了 可能在说中位数 升大约10% 所以当然 往迹就不一定可以完全复制得到 但如果反过来看过去经验的话 减息 除非你撞对经济衰退 如果不是的话 减息似乎不是一个很利淡美股的因素 这个正是我想追踪的问题 因为每一次的减息周期 所面对的因素都不同 所以市场究竟如何反映呢 就是它为什麽减息 有些人说 譬如你究竟像95年 还是2019年那种软着陆的减息 还是01年或者0708金融海啸那种 硬着陆的减息呢 今次会比较像哪样呢 因为如果我们拉回到0708年 减息之后三个月 其实标普500跌超过2% 然后一年是跌幅超过20% 如果我们是这样看这个个别例子的话 就不一定是升 所以我们觉得今次不是一个衰退的减息 为什麽呢 其实如果看减息 我们一直都比市场看得比较进取 就是可能譬如当六月的时候 市场都是看减一次 两次顶拢的了 那一刻我们还是觉得 可能会减三至四次 那为什麽我们要看得比较进取呢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觉得 美国的就业市场是有问题的 开始有一些压力浮现了出来 市场有了一年高位 是的 那我们觉得其实联储局 除了说要压通胀之外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要对抗失业的情况 所以现在开始浮出来了 那联储局就要做事了 所以这个是预防性减息 是的 但是你们的进取位不是几次 你们只是说一口就半厘 是的 所以我们都继续是进取的 是会害怕的 所以其实反过来 我们觉得今年减息 譬如说9月、11月和10月都会减 9月和11月都是各减0.5厘的 是的 现在暂时都是看减这个幅度 12月就减0.25厘 即今年会减1厘2厘半 那为什麽要这样呢 就是因为 之前其实一直有问题的 但是可能暂时未必须 那真的开始浮出来的时候 就是要真的开始做事 就是大力一点去减 希望是的 因为它加息又说加得慢个人 然后现在减息又在那里拖拖奶奶 是的 所以看看究竟将来是怎样 还有下星期 即今个星期的尾 也有浪费费务 看看最新的就业情况 究竟是 预示会不会利率期货又再移动 不过我们经常说衰退 基本上我们在经济数据 某一些领域看到 如你所说 可能就业市场开始看到放缓 PMI大家觉得衰退 Yield Curve 的倒挂程度 又是衰退 但我们看企业盈利 是完全不觉得有企业盈利衰退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问题 因为之前有一个访问 也有人问到 你们看减息看得那么进取 即经济可能不一样 那为什么企业又赚到钱呢 其实这个就是 反过来一个 我们又再说 我们年初也是说 其实今年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盈利是会广泛地复苏的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 通胀落 通胀落企业成本 就是小了 就算你生意做得不太多 但是反过来你赚钱的幅度 所以毛利就更好 是的 毛利就更好 而反过来 劳动力市场也有一个帮助的因素 就是 那些人抢人的压力不大了 那些企业给人工出来又不高了 那自然的钱相对上 毛利的空间也是大了 那这个明显 对于大数字都看到 每周什么时薪那些 都在下落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个表里面 我们看到第二季的业绩 其实普遍来说 平均来说大概升8.5%左右 那大家都可能有一个市场预期 在里面 就是增长不就增长 我都预了你增长 但是反而更加就是看 究竟是否比预期好 首先看增长里面 我们看到11个子行业 其实基本上只有一个 零零四四是有一个盈利倒退 就是通信货 就是这个原材料 就是先看盈利增长 先看原材料就是原材的一个行业 是有一个倒退 其他全部都是在赚钱的 就是有一个增长在里面 有一个增速在里面 而反过来 究竟大家预得 是否真的预低了 能否给到市场的一个驚喜 看看好过预期的公司的数目 有一个百分比 平均 标普五百 七成八 幅度都很大的 高过长期平均很多 是的 而另外反过来 究竟好几多 大概是4.1% 而中间 描述了绿色的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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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呢 究竟好过预期的幅度 是不是好过大市 所以其实在11个子行业里面 只有一个子行业 盈利是比大市差的 其他都比大市好 我的程度上 你的通讯服务 就是因为之前的预期是太厉害 是的 从来它都是预期最厉害的一个sector 因为增长快 所以很容易失败 是的 所以简单来说 在第二季的业绩里面 我们看到第一 好过预期的比例都挺广泛的 很多行业都看到 而另外的回报上面 其实也很明显看到 今年在图里面 很多箭嘴 是的 很多绿色箭嘴 亦都代表了 今年在不同行业里面 的回报 亦都比上年改善 是 双位数 是的 11个子行业里面 有8个 都对比上年同期 是有改善 所以简单来说 我们觉得 美股的盈利 美股的盈利 是会继续利好美股 而另外一个 除了科技股 继续很重仓之外 其他行业 亦都会有一个 广泛复苏的情况 是的 我看到你 一早讲的这件事情 也都 就告诉我们 究竟第二季的财报 正增长股份的比例 其实整体来说 都是一来向上拉 我看到很多公司 报出来 第二季的财季 出来的Coin Call 其实大家忧虑 衰退提及的次数 是很少的 就是他们逐步觉得舒服了 这个是不是也都令到 其实高管也都给到一个方向来 我们起码的outlook 不会太走样 其实我们衰退 就不是我们的base case 因为看到 譬如说 这个AI很老实讲 都某程度上 都可能开始 在一些经济实质里面 看到一些效用 因为 为什么劳动力市场 开始不错 但是可能GDP 又捱得到 又不是很差 很大机会 可能AI帮到企业 省钱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在这个表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上一个先 上一个先 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上一个表 就是我们 怎样说 廣泛复苏做好 就是无论是彩蓝色那条线 彩蓝色那条线就是什么呢 有多少标普500成份股 它的每股盈利是升超过两成的 是的 其实比例都不小的 开始去到 Igon 说到两成半的了 亦都由低位回升 而新蓝色那条线 就是每股盈利 升超过10% 成份股的百分比 四十多个百分比 是的 所以其实盈利复苏是有加快 而另外 在说到盈利的质数里面 这个表也反映到什么呢 生意大家都难做 因为可能 大家的钱 的荷包没有那么疏爽 变成销售好过预期的比率 就不是那么高 1.5% 跟过去的均值就低一点 就是说 在生意上的增速 就不是说 令到市场很满意 但是反过来 在盈利的增速 就对比市场预期就好很多了 4.8% 亦都是高过过去均值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生意就未必说增速很多 但是盈利 反过来 增速好过预期 这个就是反映着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那些 赚到钱 可能生意不太多 但是成本控制得好 或者个别一些产品 你的毛利率高的 你可以调整得宜的 提到价 提到价 有意价能力的 变成这些 亦都是帮到企业盈利 所以 我们为什么还是对美股 可能乐观一些 这些东西还未走 起码一直迫到 赚到钱 对 有透明度 业绩一季完 然后很快 一个月又来过 所以一直可以 查到他们的情况 是怎么样 我留意到最近 你们有些报告 都反映了 在公布业绩期的时候 其实股份 股价的反映 比起以往是激烈的 我见你们有提到 第二季财季 公布后 股价的升跌 是4.9% 比起之前 大概3% 是激烈的 某程度反映了市场 是有少少人心虚胁的 不知道 因为美股 说真的今年 也升不少 你看上年 你调整得很少 又再买上去 会不会都配合到9月份 和你所说 刚才说 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一个季节性上 不是那么有利 美股炒作 可能大家计算了 其实也不奇怪 坦白说 如果你说美股标普500 由低位 真的低位 近期8月初的低位 都升了近10% 所以升得这么急 某程度上 都 休息一会 都正常 而在这个图里 看到 highlight了 每个礼拜 比如在红色 图住了 可能第34 至到第39 个礼拜 即是什么时间 8月底 至到9月 深蓝色那条巴 就是每周的表现 向下的自然就一样 所以简单来说 在9月份 传统美股 都可能相当上很危险 尤其是今年碰到总统选举 是的 开始发烤 还有些政治辩论 9月10日 9月10日 又聊天 未必吵架的 聊天 我相信一定会好看 希望不关麦 不知道不关麦 要咬这些东西 所以市场 第一 你又升了这么多 而反过来 又开始有些政策的不明浪安数 9月份 可能会有些获利回套 也不出奇 但我们觉得投资者 如果做一些 要平仓也好 要离场也好 都是一些策略性的部署 未必需要看得太淡 不要沽空债的仓 不要清掉它 是的 但可能要做一些 防守性的部署 为什么 因为第四季 普遍都不差 在图里面 都看到 第46个星期打后 每个星期的回报都OK 甚至我们看到 今年 基本上一路的发展 其实第四季 尤其是十一、十二月的回报 9月份 辯论完大概知道某些方向 然后减息了 又看伯威尔 那些点阵和什么变化 变成为明朗因索9月消除了 然后踏入10月 大家就可以部署11、12月 看得清楚一点 是的 无论政策层面也好 货币政策层面也好 或者总统也好 起码都没有 你要猜 都没有什么借口可以猜 都摊出来了 所以我们觉得 譬如今年来说 在季节性的分布里面 都值得大家去留意 就是 我们看过去这么多年 下面打横 就是头10个月 标普500的表现是怎样的 现在对比做这个统计的时候 其实差不多 标普500 现在大概都是17% 左右 我们看过去往迹 如果是头10个月 有17% 打直数上去的话 就是说的是 第11月和12月的回报 普遍都是正数的 负回报的机会 都是比较少 蓝点点那些位置最多 反映到11月12月 就是一个正回报 比率是最高的 比率是比较高 是的 但是我最近就发现到 即使我大概摸到市的气氛 可能未来会叠完调整一下之后 大家要见回仓 在11月12月会比较旺长 比率上 但是在板块上的部署 就有趣了 因为最近见到的轮动 其实挺明显的 达入了第二季 譬如我们7月8月 很多是炒中小股 道指破了历史新高 传统股份的代表巴棍 市值得超过1万亿 然后Tag股回回来 未来是如何去部署 其实未来我们还是觉得有机会追落后 因为刚才你提过 可能中小型股份 我觉得好像去年年尾上来 又是说今年有机会中小型股份 是的 你当时的盈利是会复苏的 其实增速 比如说上年和大家分享的时候 中小型股份 尤其是一些有企业盈利的 一些中小型增长股 我们喜欢的原因是 他们赚钱速度比大型股 但是因为市场觉得利息重疲 那就先沽了 所以我们觉得未来也是有这样的空间 如果在美股里面 板块除了中小型股 我们继续看好 如果是有什么指标 就是标普400 标普600 的增长股指数 这个就是一些比较优质的 一些中小型股份 这个继续可以受惠到一些盈利服务 还有通胀回落的成本也是有帮助 而另外一个我们觉得 譬如说真的 都会有机会追落后的 是什么呢 美国的银行股 或者健康互利板块 其实都是继续有机会追落后 这个我们稍后会讲多些 但是因为你提到中小股会上来 而最下面那条线 就是最近大家最担心的 股王出了业绩 之后就被柴台 其实说真的 整本数不是太差 不过预期太高 变成了鸡蛋里面挑骨头 就淡了一点 而整体我们说的 那纳指七雄 M7 其实都很久以来 没有试过严重力 跑输其余的493只股份 那很多人问的 科技股是否暂时还完了 我们的看法就是 尤其是科技股的几个因素 无论是科技股也好 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东西也好 我们都觉得其实是未完 尤其所谓人工智能的一些所谓应用 或者是阶段 其实现在这一刻 还是很开始的 我们都强调 比如说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需求 其实全部都是 现在还是开始 那怎么开始呢 就是有多早呢 那如果我们看 比如说人工智能需求 好像在这个表上面看到 我们通常就看数据中心的电力 就是用多少电 吉瓦就是一个用电的单位 简单来说数字越高 就是说这方面的需求就越大 运算能力相关衍生的电力就越大 2023年大概是4.3个吉瓦 去到2030年 我们继续着不同的环球数据中心 一些企业报告 下面深蓝色的巴 就是在反映在数据中心里面 一些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力是有多少 去到大概是54个吉瓦 距离现在2024年 大概是9个吉瓦 就是说2024年 现在这一刻的规模 对比2030年大概六分一 六分一左右 所以现在这一刻是一个起似的阶段 我们觉得还有很多空间 一些企业应用的空间 可以发挥是可以赚到钱 有些人一定会说 你看到这么远 而最近你知道 那些M7的升得很厉害 大家会拿到它的 Return on investment 即是CAPEX的资本 开始放了这么多 你能不能回到这么多 你将来的需求太远了 但我想说 我最近都观察到 很多科技股公布完业绩 他们老种的outlook 其实都是将大部分的CAPEX 转移到你所说的 譬如Data Center 即是AI-based的一些投资上面 就是Google母公司Alphabet 直接说每季会投入120亿美金 接着微软、Metal等 其实回不了头 所以这个股票到这一刻 我们摸到这一刻 还是未完 只不过股价是需要做一些证固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政府 其实政府都很肯使钱的 即是无论是欧盟也好 美国也好 或者日本也好 现在大家在做的事情就是 我给你一些津贴 如果开晶片厂也好 即是赚着找你 日本那些也是 更加大半导体 譬如欧盟又批准了德国 可能是16亿欧罗的一个 还是50亿欧罗 太大了 不输得的 对美国那么大 大家都是不断扔钱 在自己的厂里面 去建这些数据中心 所以这方面的需求 或者趋势还没完 而刚才譬如你提到 没错 说得很远 我们再拉近一点 看看业绩 究竟是否真的赚到钱 这个表是美国四大 云端中心 云端企业 云端业务的收入 最新的季 大概四家里面 赚630亿美金 增加2.3亿 是的 而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有增长 在图里面 看到的是一个新增 规模 这条线呢 简单来说就是按年增长 在未有人工智能出现之前 大家可以看到 那条线的按年升幅 就是在下跌 大家可能都是这样 都是那些功能 不需要付钱买 但是去到中间 去年第二个第三季开始 新城市人工智能 原来是帮到手的 大家可以看到 那条线开始扰腰上去 即是在云端收入那里 开始有一个按年升幅 最新第二季的业绩里面 究竟对比上一年同期 赚多多少呢 赚多近120亿美金 是很夸张 所以其实在企业的层面 没错 好像刚才你提过的社交平台 那个大佬走出来说 我宁愿现在投资多些 都不想到时就追不到的点 是的 你讲到这个人工智能方面 我们的时间关系 因为最近也摸到 譬如日本那方面 大家都会留意到有一段日子 其实半导看好 其实你区内的日股 韩股台股 其实一起拉升 不过当然你日股里面 其实有一很大比例 可能是金融相关的 大家也忽略了一点 但大家也想你追踪一下 因为上次都出来 叫大家买日股 但在8月就出现了一个拆仓 股市跌了两成 但很快就升了两成 但现在的日股 处于一些相对强的位置 央行那把口很硬 感觉上还想加息 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看法 我们都继续看好日股 是吗 我们觉得甚至9月下半部分 日股的复甦力度 是会更加全面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但是很多投资者都会觉得 传统上是日股强 传统上日股强 因为要赚出口 其实这个有点故事可以说 为什么要看日股强呢 一直以来 大家如果留意过 日本经济可能迷失了30年 一直都是通缩 如果当地社会本身是通缩 大家都预期的东西越来越便宜 不想消费 是的 你不想消费 企业你不会在等的 如果你有一个通缩环境 我反过来就是利用通缩环境 物价弱的 去赚出口 所以过去30年 其实日本企业很着重的是什么呢 就是出口盈利 是的 要靠出口商 买车 买设备 买机械 去赚推高企业利益 造成了一个情况 就是什么呢 你一个利好出口的环境 自然就要货币强 所以过去来说 为什么货币强 日股就有利 因为是一个有这样的背景 但是未来我们为什么会看好日股 或者觉得日元强 未必说影响那么负面呢 就是因为我们看好日股复苏的原因 就是因为是本地复苏 本土需求复苏 我们强调日股看好的原因是什么呢 花钱 什么花钱呢 消费者花钱 企业花钱 加工和人 是的 这个企业花钱都很重要 所以我们其实在 譬如最近 日本都开始公布 4至6月 他们财年的第一季的业绩 我们看到一个挺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 在做一些本地服务 针对本地需求 他们那个纯利的按年增长 都挺厉害的 17% 一路都必须的 是的 甚至好过一些什么呢 甚至好过一些做外国生意的 做出口的 按年升了大概4% 所以简单来说 其实本土的复苏 这件事情 其实是在 另外刚才提到的减息 大家这个图 在左边这个图 日股有关系 是的 日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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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由零开始减息 在美国减息之前 日股的线都是向下的 无论是日股算也好 或者以美金算也好 都是向下 其实都可能 一些不明乱的数 大家估计什么时候减息 可能又怕经济不好才减息 需求不行 变相就沽了下来 但是减息 开始减息 大家可以在图片上 日股的走势 都是偏向挺高的 所以简单来说 其实在往迹去看 减息似乎都可以帮到日本股票 而且它的估值相对不算贵 如果它企业交到数 现在这一刻你说得对 就是上次8月初的时候 插进去最深切 插穿了12倍 现在这一刻 就算是上升了 也是说14倍不到 一落12倍 那些外资是这样进去卖 这个就是 Debbie你刚才提过 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 这次日股有点不同呢 就是过去日股跌 就没有人买的 是 这次日股跌 就外资有买 企业的投资者也有去买 还有我怀疑 那些公司会不会在期内 其实不停更加大手回购股份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看好日股的原因 因为刚才提过日股花钱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企业也是花钱的 因为其实东正交易所都挺强硬 是的 麻烦你提高股东回报 你公布出来没有回交给你 就不让你上市之类了 所以我们看到回购规模是很厉害的 最底下的就是4至6月份 第一季度 就是财年第一季度的回购规模 就是向左边掃过去 很明显 基本上规模的幅度高过这么多年 如果我只看这两个季度 基本上整个回购规模 去到10万亿了 很夸张 所以我们觉得其中一个 还是利好日股的前景就是什么呢 既然利好股东回报的企业管折改革 是继续的 那回购只是其中一个途径 但是也这么厉害了 而另外最近也有一个报道走出来 也是反映着这件事 就是企业交叉持股 减少得很厉害 是的 现在举个例子 去到现在 有超过2000间 2000间 一些不是金融类的公司 已经开始没有再拿着其他公司的股票 因为这件事其实都是给投资者 或者是给市外监觉得 你的钱 放在别人那里 不无正业 是的 浪费了 很多公司都沽了出来 做些什么呢 回购 所以尤其在8月份市场这样跌的话 其实回购规模是多了 好了 一连串的利好因素 包括最近日本有很多经济数据 都OK 不错的 最新的轨道GDP扭转了 不过最近那边的天气不太好 地震完之后 现在又有风灾 希望没事了 一定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 谢谢Karfun 下次再见 拜拜